歡迎回到美國之音的《時事大家談》 停滯兩個多月後 重啟的美中貿易談判不出外界所料 低調結束了 特朗普總統在談判之前和談判期間 多次抨擊中方 試圖採取拖延戰術 給新一輪貿易磋商蒙上隱隱 儘管外界對這一次談判預期不高 但它是未來艱苦談判的一次熱身 雙方繼此來試探對方的底線 以前的多輪談判 5月份以中方要求大規模修改文本而告終 那麼新一輪談判 將在何種文本的基礎上進行呢 雙方都宣稱不及 但誰看起來更急於達成協議 外界預期未來談判將有重重阻力 那麼主要卡在哪裡呢 今天我們《時事大家談》 就邀請專家為您討論這些問題 在美國南卡羅萊納州 通過視頻連線參加節目的 是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 蔣座教授謝田博士 謝教授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聽眾 觀眾大家好 在紐約通過電話連線加入訪談的 是紐約勢力學院 經濟習教授周聚元博士 周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聽眾 觀眾 大家好 好 我們歡迎兩位嘉賓 同時我們也歡迎聽眾 觀眾朋友們 通過VOA衛視在YouTube上的網上直播 收看並加入我們的現場討論 我們的網址是youtube.com 斜線VOA China 外界對這一次上海貿易談判 原本就不抱過高的期待 我來請教南卡羅萊納州的 這個謝田教授 您怎麼看兩天的這個談判結果 有沒有超過您的期待呢 沒有超過我的期待 可能比原來的期待可能還要稍低一點 因為我們看到實際上這次談判 有人說進行了不到一天 有人說只有半天 只有四個小時 並且兩雙方都沒有什麼聯合的公報 中方也沒有什麼消息 美方的話 離開談判以後 直接上飛機回美國 就是任何公佈的消息都沒有 顯然就是說 這就是一個為了 其實您剛才提到了 可能是為了下面一個談判在熱身 但是我覺得這個實際上是中共 還是中共這個一再的這個拖延戰術在起作用 它可能又成功地給自己再拖延了那個一個月 要等到九月份再繼續談 但是我想這個中共政府實際上是在玩火 因為它這個拖延戰術 可能會把美國人的耐心給拖得越來越少 而這個川普的那個我們知道 我們川普的戰略我們也知道 在會談之前已經給中共一個警告 警告和信號 但是中共顯然把它給錯當成一種壓力 實際上我認為那個下面一步 3250億的美元的關稅呢 很可能比中共預期的要來得早 好的 那麼大多數觀察人士都認為 這一次談判 正像剛才謝教授說的那樣 不過是一次表達善意的機會 基本上是為接下來的談判鋪平一個道路 那麼我來請教紐約市的這個周劇源教授 談判結果符合您的期待嗎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子 我用一個很簡單很通俗的比例來講 兩個朋友一個要去吃飯 其實兩個人胃口都不太好 所以他們也是見面吃了飯 可是吃了頭菜以後都說 不擠不擠我今天不餓 等到那個大菜 過兩天再吃大菜 所以一開始我就不認為說 他們大概會有什麼很驚人的結果 不過有碰面去談判 比這個格羅揚對話是好一點 畢竟雙方的代表都碰了面 OK 好的 那麼似乎 正像剛才周教授說的那樣 似乎沒有人對這次談判的結果太留意 因為期待原本就不高嘛 但是特朗普總統他在談判前和談判中 接連發表的這一系列言論和看法 卻給人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 我來請教謝教授 這個特朗普他認定中方採取拖延戰術 希望把談判拖到2020選舉之後 您怎麼看特朗普的這種說法 我想中共肯定注定是要失望的 因為首先我們知道這個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共在玩這個桌延戰術 那美國代表團也好 或者川普本人也好 當然也非常清楚這種桌延戰術 所以實際上這也是為什麼美國 一直沒有放棄一點 就是說中共原來一直要求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談判 談判期間 你先把前面2500億美元產品的關稅先去掉 然後就是說回到貿易戰之前的狀況 我們再開始談 這一點美國政府從來就沒有讓步 那就是說實際上 美國已經非常清楚地知道 中共希望通過這種拖延 讓美國貿易戰的戰術不能夠奏效 這一點我覺得川普堅持得非常好 但是它已經也足有足夠的善意 給了美國 給中國很多很多的時間來做 現在看來它繼續說 中共上一次的拖延戰術 它實際上是希望在這個 把它拖到美國中期選舉之後 中共原來本來對美國中期選舉 抱有很大的希望 是希望就是說美國如果共和黨失去了兩院 這是對總統川普一個不信任票的話 可能以後國會會對川普進行更多的撤肘 而川普對華這個政策 或對中國的貿易戰 就不會打得那麼猛 這個實際上中期選舉 已經讓這個中共失望了一次 這一次它寄希望於2020的選舉 我想它肯定是會更加失望的 因為川普現在已經多次表明 它有意在這個 就在它的第一屆任期之內 就會把這個問題解決 並且我們現在看 看這個不管是民意 川普的支持率 還有美國經濟 這都對川普來說非常有利 高達57%的支持率 我想它那個連任都不是問題 還有一點我想回應一下 剛才中共這個發言人講這個 什麼你自己生病了 讓別人吃藥這個說法 中共最近這個宣傳機器 是有些很多很滑稽很怪異的那個事情 實際上這個人類社會 有的時候我們生病的時候 你還真的需要別人吃藥 為什麼呢 如果這個人 這個這個人 他自己是得了傳染病 對吧 他不斷地把他自己的那個 傳染病的病菌病毒 就傳給周圍的人 周圍的人可能需要自己先吃藥 或自己要鍛鍊強身健體 保證不省病 但是你如果不讓那個人吃藥的話 前面的人吃藥的話呢 他會繼續那個散播他的那個毒素 中共就是這樣 中共他利用這種出口創惠 來和那個出口 市場換取技術盜竊 還有一個強制這個 強制這個結會 調整這個控制 操控匯率的方式 能在不公平地賺取那個 別人的利益 實際上中共自己是個病入高荒的人 他實際上把自己的毛病 比方說失業率的問題 產能過剩的問題 這傳給其他國家的人 如果就不要求中共自己先吃藥 把他的問題解決的話呢 他會繼續危害全世界的全人類社會 好的 那麼我來請教周教授 這個特朗普呢 他認定中方要採取拖延戰術 那麼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這個習近平他真的是要拖嗎 習近平真的能拖得起嗎 真的中國能夠經受得住 貿易戰的長期衝擊嗎 您認為 首先我相當程度 相當程度的這個贊同謝田教授 對這個中國政策的分析 那麼打仗要持久的話 就是看雙邊的這個耐力怎麼樣 那麼以目前 以目前這個經濟 兩國經濟的狀況來看 我覺得 美國的總體的經濟 美國總理的經濟 在經濟打這個貿易戰呢 還挺得下去 還挺得下去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經濟的成長蠻高 那麼就業的機會 是歷史上工錢的最大的高 然後呢 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呢 也沒有什麼很大的威脅 那這個物價的 物價上漲的壓力 並不大 那至於說農民的損失 農民是有一些損失 那這個聯邦政府對農民 也有一些補助 所以如果說打這個持久戰的話 不見得是對川普的這個 美國的經濟有什麼 有什麼很負面很負面的影響 當然股市呢 這個每天的股市上上下下 這是難免的 另外一點就是說 美國的共和黨跟民主黨 雖然在內政上面 在移民 內政方面 他們有一些很大的起義 很多的分歧 但是就對中國這個貿易的這個處理上 我覺得兩黨的這個政策 是相當的一致的 那這是我看的美國面 那中國這邊呢 剛剛謝教授已經分析過了 我們有一個問題啊 我現在想從經濟層次來看 那麼從這個 各國經濟成長的這個紀錄來看 中國有6% 6%的成長率 那算是相當高的 但是我們要知道 中國的這個 這個經濟的成長率 跟他的就業率 這個連結是相當高的 比其他各國都要強 所以他經濟的成長 只要掉1% 從7%掉到6%還是很高 沒有錯 但是這樣的話 他的事業的人口 可能就有上百萬的人 所以你看那個6% 從7%到6%算是小事 但是可能是300萬的人 會失去他的這個就業的機會 是的 我覺得是這個 對於習近平主席來講呢 這個壓力是蠻大的 是的 那麼現在就有報道就說 這個特朗普總統他首先 他就這樣說 說這個由於美中貿易戰 中國失去了500萬個就業機會 但是一些媒體認為 這個可能有點誇張 但是200萬個就業機會 恐怕還是有的 可是中國當然是矢口否認 那麼我們現在大量的網評進來了 我抓緊時間給大家讀一些網評 然後我們再回到我們的節目中來 首先李中本 他說談不成 是大趨勢 因為脫鉤是大方向 現在也就是前夕而已 大家心懷鬼胎 各自想全驚 見了面打個哈哈 天氣很好 土漿的水很濁啊 完事下面就是掰手腕 進入幕後的東東 攻殘決 他說假如川普不能連任 他已經沒有時間來完成貿易戰 中共不會做出任何結構性的變革 和以法律形式約束自己 愛鄉全取其輕 他們寧願承受高關稅 因為中國老百姓是可以被迫吃草的 再說如果會迎來一個 中國不是敵人的總統 一切便可以鹹魚翻身 為了贏得這場豪賭 中共會用盡一切手段和資源 打擊川普的票倉 並暗中干預大選 預計他們寧可買阿根廷 俄羅斯的大豆 也不會買美國的大豆和農產品 川普翻臉也暫時沒有用 下一位是川唱 他說美中貿易談判總結起來 就是專制獨裁極權中國 早就將談判當作一種 對美冷戰的手段和工具 好 我們現在呢 我們有一些很多網友呢 這個關心大豆農產品問題 我們就來看看這個問題 這個美中兩國首腦6月底 在大阪會晤之後呢 雙方便達成了某種妥協 條件是中國購買 美國大豆等農產品 以及美國呢 放鬆對中國5G巨頭 華為的限制和制裁 但是雙方似乎呢 都在指責對方在旅行承諾方面 有很大的保留 我來請教謝教授 為什麼美方對中方 在購買農產品的問題上 感到不滿意 而中國對華為在美國的境遇 也一直感到憤憤不平呢 我覺得這是可以理解的 就像剛才有幾個網友講的 就是說實際上 美國和中國經濟呢 現在正在出在一種脫鉤的狀態 就是Decoupling的狀態 就是說實際上 川普的貿易戰的其中一個目的呢 除了就是說 是兩國貿易關係回到正常 就是說不讓中共 就是一直享有這種高額的貿易順差 還有一點就是 就是讓製造業的工作呢 回流到美國 或者離開中國 實際上這個目的已經達到了 並且這種回流 貿易鏈和供應鏈的轉移呢 或者製造業的轉移呢 實際上還在繼續加快地進行這種 就是說我剛才很同意 剛才周教授提到的 對美國經濟的衝擊 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就是說 但是對中共經濟的衝擊呢 確實非常大的 其實那個周教授也談到這一點 實際上中共的數據 我們經濟數據 我們都知道 實際上完全是造假 有很大的成分在裡面 因為中共說 它一個經濟成長人 如果還保持在6% 而它這個失業率又低於5% 就是說 這個看來是不太可能的 而實際上我更相信 就是說日本經濟學家 也發研究的 就是說中共的失業率 可能至少在3倍以上 15% 所以才會有這麼大的 那個中共才會有這麼大的壓力 實際上貿易戰已經導致 中國已經有 至少幾百萬家企業 上百萬家企業 500萬家企業 就是倒閉 或者關門 或者是那個離開中國 所以500萬家企業 涉及到的人員 至少在 可能在上千萬的人 雇員 所以這個對中國經濟 是衝擊非常大的 現在中共能不能夠 就是說 躲過這一關都很難說 中共能不能自己本身 但是這個政權本身 能不能脫過2020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所以對他來說 這個拖延的戰術 顯然是沒有 對中國來說 也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 就是他自己都不能知道 自己能不能脫過去 並且還有剛才有一個 網友提到的 實際上如果川普假定 他們退一萬步 假定川普認為 他連任無望的話 我覺得他會更加有可能的 在他這個任期 第一個任期之內 就把這個問題徹底解決 並且我想 就像我剛才提到的 中共這種拖延戰術 你如果是一個很精確的戰術 讓人看不到你的真正目的 而在發生作用的話 可能還有一點效果 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了 中共的戰術 那這個戰術就很難實施了 所以它實際上會導致 就是美國的這個下一步的報復 會馬上出來 馬上上馬 上台 現在這個美國 還有一點 美國這個政府 現在把這個現在2500億 產品的關稅 這些賺來的這些關稅的錢 你像比方說 剛剛給美國農民補貼160億元 所以這個美國這個 實際上是真正的做法 是為了美國的農民 這個對美國經濟的話 是沒有任何的壞益處 但是實際上是等於把中共 以前賺的錢吐出來 強迫它吐出來 來補貼美國受到傷害的那個農民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可以完全可以持久的戰術 而這點讓中共顯然呢 現在看來也說 它也不太願意 把這個大規模地恢復農產品的採購 就是說它還是實際上 他們還得寄希望 把這個作為一個手段 作為一個籌碼 它可以更久地利用一點 我來請教周教授啊 這個購買美國農產品 和放鬆對華為的限制呢 是特朗普和習近平 在大阪峰會上達成的協議 那麼現在呢 這個雙方都在 指責對方在執行這個協議當中呢 有保留做得不夠 那麼您如何評價 此後這兩個月 這兩項妥協的這個執行情況呢 這個兩國的研鎖 他們在這種高峰會議上 所談到的這種結論呢 往往都是一個 就是比較 所謂 所以外交 外交辭令方面的說法 那麼 所謂購買這個美國的大豆 中國承認購買美國的 這個本來就是中國要買的嘛 對美國來講 這是恢復過去的情況而已嘛 所以它 只有說增加購買美國的大豆 這個對美國的期待是 是不夠的 再講這個華為 事實上 他說要開放華為 這個是 是需要去探討的 因為後來的這個 商務部跟這個美國的這個 內閣的 他們的說法是說 是再不影響 國家安全的情況之下 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就是說 中國可以在 美國之外的 其他市場 或者國家可以採購的東西呢 它不限制 好 那麼這個第二個 等於是廢話嘛 因為如果中國可以在 美國以外的 其他國家的市場 可以採購到的東西的那個材料 跟你美國禁止也沒有用啊 所以這句話是很空洞的 說了也等於沒有說 所以第一個 不要影響到國家的安全 那麼現在問題是 誰來解釋 誰來認定 哪一種 零件 或者是中間產品 消給華為 會影響美國的 國家安全 這個全市的錢呢 是在華盛頓 而不是在北京 所以 我覺得那個只是一個 高峰會坎上 必須製造到一個和解的氣氛 那麼怎麼樣的落實呢 還要看雙方正午的誠意 再進一步的這個交涉 好的 那麼現在我再來給大家 念一些網評 來聽聽我們的聽眾 觀眾朋友們 在這個問題上 他們有什麼想法 他們有什麼觀點 軟尾城 他說 美中貿易不對等 是結構性問題 所謂結構性 就是社會體制的不同 協議裡有很多內容 直接威脅到中共的專制統治 就拿互聯網行業來說 中國的互聯網公司 可以自由進入美國經營 甚至上市 而美國的互聯網公司 卻不能進入中國 因為中共最害怕的 就是網絡開放 那就等於要了他的命 當然不會答應 之前美國總是妥協讓步 現在的特朗普 可不是省油的燈 雙方各不相讓 怎麼能談得成呢 吳浩 他說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 中國經濟不衰反漲 中國黨和人民從此就狂妄起來 中國領導人狂妄對待美國 提出過分的核心利益等等 另加當年打擊維權人士 人民過早認為 中國必將超越西方 使得國際對中國的反感 貿易戰呢 只是遏制中國過分的傲慢式擴張 一旦中國超越美國 它必然會在震驚軍事方面挑戰美國 So a bean 他說在美國看來 磋商是為了達成協議 而中國的意思是磋商是磋商 協議是協議 這裡偷換了概念 我們的聽眾觀眾朋友 對我們這個話題都很關心 我們現在呢 就來具體談一談 大家更為關心的這個華為 特朗普當初呢 他動用國家緊急狀態法 以華為對美國 構成重大安全威脅為名 把華為列入了實體名單 現在他宣布有條件解除 對華為的限制 引發了美國國內的許多非議 那麼我來請教謝教授 您如何看這個問題 首先那個 剛才周教授也提到這一點 就是說首先呢 華為呢確實對美國有這種 有這種安全 國家安全上的威脅 我們這裡主要指的是這個5G了 這個5G的那些網絡 就是說如果這個5G的網絡設備 因為它涉及到下一步 下一代互聯網的很多事情 比方包括什麼人機對話呀 或者是無人駕駛啊 遠程醫療啊 甚至控制這些國家的電網 就是很多這種 這種這個 互聯網的基礎設施 如果控制在華為將公司手裡 它通過的後門也好 通過的背後的操縱也好 它一定會對美國的國家 構成完全的構成威脅 中共的那個 中共的將軍軍人 已經在他那個超限戰裡面 非常明確地指出了 就是說通過網絡戰 通過這些技術手段 來打一場那個 針對西方 針對美國的戰爭 這就是超限戰的一部分 這是實際上華為呢 已經在實施了 華為跟中國軍方軍方的關係呢 實際上是司馬昭之心 世人皆知 就是中共還自己還在裝置 不知道 所以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說如果美國不對它 採取措施的話 任由華為在全世界範圍內 就這樣在推廣 它可以以這個 華為的推廣我們看到 實際上恰恰證明 它是一個中共國家 背後在支持 控制的 它以這樣低價的方式 低價傾銷的方式 完全掃清了其他的那個競爭者 在那鋪設全世界各地 試圖鋪設它的無記網絡 這個繼續下去的話呢 對全世界都是個傷害 現在就是說 所以現在美國的這個制裁呢 是讓它就是說 你不能夠獲取最新的高的科技 包括一些任務界和軟件 我想對華為來說呢 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 當然中共不會讓華為馬上就倒掉 中共會繼續讓華為在中國國內 肯定還可以佔有最大的市場份額 就是以壟斷性的控制 但是呢 一旦華為沒有機會獲取最新的技術的時候呢 我想說它就會變成一個 像中共其他那些國有公司一樣 就是說慢慢地會成為技術上那個落後 我不認為華為真正自己能夠開發出來的 超越其的西方的技術 現在只不過靠軍方的訂單在維持而已 好的 那麼謝田教授 我再問您一個問題 就是川普總統 特朗普總統 當初是以國家安全受到威脅 動用緊急狀態法來要封殺華為 來把華為放到實體名單之上 那麼現在他又在貿易談判當中 又宣佈要有條件地 來解除對華為的限制和制裁 這就把許多批評人士認為 這就是特朗普總統他把一個國家安全問題 也變成了可以談判的貿易問題 這種做法您覺得妥當嗎 我覺得這個批評是沒有根據的 像剛才周教授提到 它現在開放的是不涉及國家安全的一部分 是那種華為可以從其他國家 從歐洲國家 日本來獲取的那些技術 對這個來說如果中美國 所以對這個美國的大前提 不涉及到美國的國家安全 這個立場上 川普政府沒有任何的放鬆 我覺得這種指責對沒有任何意義 不過在其他方面 如果它非國家 現在不涉及到國家安全方面的技術 產品和組件 這些它如果 這美國也沒必要去禁止 因為它不涉及到嘛 因為它可以很容易的送其他 後來拿到 那為什麼美國要來限制那個 美國公司的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呢 我覺得這個指責是沒有任何 沒什麼依據的 好的 那麼華為公司 遭到美國封鎖之後呢 它聲稱要自力更生 開發鴻蒙操作系統 後來呢 卻又表示鴻蒙不是為智能手機研製的 如果蘋果公司繼續提供安卓操作系統的話 華為手機將繼續使用美國的產品 這引起輿論大滑 有人甚至認為呢 這是華為的一個噱頭 我來請教周教授啊 您如何評價華為的這個自主研製問題 蘋果公司會繼續跟華為合作嗎 對不起啊 Google 谷歌公司 會繼續在安卓系統這個問題上 跟華為合作嗎 這個是比較 所謂意測性的一個問題 就是hypothetic 假設性的問題 那麼我是這樣講的 華為本身也許它有這種自力更生 靠自己不依賴國外攻擊的這種理想 但是呢 這種理想不可能一天到不的 一定是會慢慢的 如果是要的話 也是要慢慢一步一步的去 去追求才有可能實現 那短期內它必須需要呢 這個美國相關的廠商 你剛剛提到的Google Android 還有這個 或者是Apple 就其他方面的配合 所以呢 講是這麼講 我要自力更生 但是呢 你其實要所謂這個 跟美國脫鉤呢 這個也takes time 就是share蠻長的時間 所以我英文裡都用了decaple 就是說要把它脫鉤 這個字眼可能比較不準確 應該是lose couple lose couple 就是說鬆散性的連結 還是會連結 但是呢 可能就是連結的程度 不如以前的發展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那當然這是一個 假設性未來發展的問題 恐怕就是要繼續觀察 謝謝 好的 那麼現在呢 我再抓緊時間 給大家讀一些網評 然後時間允許有可能的話呢 我想請兩位嘉賓 對我們聽眾觀眾們 提出的問題 以及他們的這個評論和觀點 做出一個簡要的點評 好的 首先呢是御喜 御喜啊 他說真正的制裁不是不買你 而是不賣給你 中共國掌握的是可替換的 低端產品和資源 美國掌握的是高精尖技術 中共國的禁運對美國沒有用 2011年的釣魚島局勢緊張的時候 中共國就對日本稀土禁運 日本經濟垮了沒有 現在中共國用同樣的方式 就是威脅美國真是呵呵 他用華春瑩的這個話來回應這個問題 另外呢 柳生 我們當然也有很多這個不同觀點 比如說我下面念的這些呢 網評呢可能是這個比較同情中國 不同意美國做法的 特別是不同意特朗普總統做法的一些評論 首先是柳生 他說談判這種事情就像打牌 看誰的底牌打 看誰拿到的新的好牌 以這起談判的起伏來看 應該是中共拿到新的底牌了 或者是中共有比貿易談判更重要的事情 這位柳生言外之意就是 為什麼中共不急現在 傅政輝 他說美中貿易談判前景黯淡 證明中國堅持底線的策略贏了 美國不可能如願 川普為了選舉和美國經濟 也絕不可能再增加關稅 中國熬過這一關必將脫胎換股 但今年年底 美國的股市和經濟就慘了 另外一位是天王清清 他說說句老實話 這就是戰爭 看誰戰鬥到最後能頂到最後 到底是統一的中國還是分裂的美國 現在呢 剛才我給大家讀了幾個就是不同觀點 從另一方面 這個反映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觀點 那麼我想請我們兩位專家呢 對這些不同意見做一個簡要的點評 首先謝田先生 謝田教授 對不起 我想能不能剛才那個華為 我再補充一點 好的 說這個華為他說他開發這個鴻蒙系統的時候 曾經讓這個中共那個五毛啊 給這個國人提供了一些好像興奮劑一樣 他們以為可以提出一個這個 可以取代安卓的一個 一個或取代這個谷歌這個整個系統的那個東西 我現在發現實際上是一個好夢一場 實際上華為根本沒有這個針對手機做出這樣一個東西 那現在的問題呢 這個首先是我們要必須指出這個安卓系統 它本身是開放的 任何人都可以用 這個本身並不是那個關鍵的東西 所以就是華為以後呢 還可以仍然繼續使用安卓系統 但是最關鍵的問題呢 實際上是在跟那個安卓系統相關的 其他的那個應用軟件上面 包括谷歌的很多軟件 因為我們用谷歌的時候 實際上對於這個安卓系統 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它 也沒會注意 但是這應用軟件跟谷歌地圖啊 谷歌翻譯啊 谷歌什麼各種各樣的那個軟件 這個是人們最關注的 但就是圍繞華為這個安卓呢 實際上這已經形成了一個 全球性的一個生態系統 有成千上萬的那個開發商 幾十萬的那個 上百萬的那個 各種各樣的軟件 都是圍繞這個系統做起來的 就是說中國的華為 它可以用安卓來運作系統 但是它不可能自己去開發 那些其他的軟件 就是說它不可能自己 撞到一個新的生態 這就是為什麼安卓 就是說它必須在這點 要失敗的原因 回到剛才這幾個觀眾提到這個 我覺得這個很可惜的 就是我們可以看出很多 說有些人呢 可能顯然就在重複 中共的那個 中共的那個語言 他們可能很 應該就是五毛了 或者說帶著使命來做的 有的可能 確實不太瞭解這些真相 比如說你 你比方說它這個什麼 統一的中國 分裂的美國 這美國 它上次對美國的美國政治呢 美國沒有一個 真正充分的瞭解 美國可能可以在競選的時候 兩岸黨對立 看起來一點非常對立 但實際上美國呢 是一個作為一個整體 國家整體 尤其在中美貿易戰的問題上 對中共呢 就是說民主黨 是絕大部分 實際上也是支持共和黨的那個 支持川普的決定的 反而是中國 我們現在看到 實際上你看在香港 現在那個遊行的問題上 香港和台灣的問題上 這些中共在實際上是 讓香港人失望 讓台灣人呢 韓欣 比如說中國自己 才面臨著這種 或者大中華圈 在面臨這種分裂的狀態 其他那個就是說 它還有一個學位 還有一個網友說什麼 就是會對美國經濟造成損失 我們剛才知道 美國經濟現在處在這個 三點 三點幾的速度增長 失業率是70年來的最低 這種經濟成果在全世界 就是這個一華賭房 而中國經濟那個 我們也知道這個陷入 陷入這個下行的危機 陷入衰退 這使中共呢 就是說不得不來應付 就是說希望儘快地 結束中美貿易的問題 好的 這些網友呢 實際上他如果能夠真正翻牆 明確更多地了解外界的信息的話 他就不難做出結論 好的 那麼周教授 您有什麼補充對這個問題 我覺得謝教授已經分析 跟大陸都非常好 那麼我應該講一句話 就是說這些網友的這個 反面跟評論呢 水準呢是蠻高的 那當然其中有一些是 比較所謂疑似形態 比較疑似形態的 不過我再強調一點 有一位網友說 是一個分裂的美國 跟這個團結的中國 那麼中國是不是團結 怎麼樣的結果 這個我就不再評論 所以說分裂的美國 這個可能他們的認知有錯的 好 我有一位 我有一位美國的朋友 他在國會呢 在國會教授 大學教授 他在國會當過這個 國會研究室的這個研究員 二三十年 他說啊 國會過去三十年來 從來沒有這樣的 團結的一致 在中國問題上 支持這個 普朗普總統的措施 也就是說我剛剛講的 民主黨能恐怖黨在內政上 儘管吵得翻天 OK 但是呢 在對中國的這個態度上 他們是一致的 好 謝謝 好的 那麼我們回到下一個問題 以什麼樣的談判文本為基礎 來恢復談判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當初特朗普以習近平撕毀 將近完成90%的談判文本 勃然大怒 導致談判破裂 因此美國要求談判 現在你要恢復 那麼恢復呢 要以5月談判破裂前的那個文本 為基礎 我來請教謝教授 中國會答應這種要求嗎 這就可能是 當然你說的對 這也正是這個中美現在 就是說僵持的一個要點 但是實際上對這個正常人類 正常社會 正常國家來說 這個本來是非常自然的情況 因為我們在什麼地方 談判在什麼地方破裂 那就才那個破裂那個點 或者那個點之前一天的那個點 在那個地方開始 這是最正常不過的 那中共為什麼 連這個最基本的 那個習慣常的做法 都做不到呢 實際上這個就是說 中共實際上 他在跟美國政府的談判 在打這個貿易仗的同時 對習近平來說 我認為 他實際上同時的 在經歷著一個非常激烈的高層的內鬥 就是政治上的內鬥 所以當然中國的這些 很多外交政策 以它是內部鬥爭 內部政治的一個延續 實際上中共政府呢 就是說 他在 我們也知道 比如說習近平 雖然好像這個 鞏固了很多他的政權 但是他 他是擔任了很多很多 什麼各種各樣的小組的小組長 其實說已經插手 實際控制 中國政治經濟 社會的各個方面 但實際上呢 對他的以前那些 共產黨內部的派系 包括比如說 江澤民的派系 其他派系 他們之間 就是說中共國內部 比較傾向於改革的派 和更加那個頑固派之間的 那種爭鬥 也非常的激烈 所以現在涉及到 中共的那個 生死存亡的問題 在這個情況下 他這個習近平 5月份之前 劉鶴他們談到的那些東西 對於對方的強硬派來說 就是說這是一種 他們認為是上權入國的東西 因為他們就是想發現 這些習近平這些政策的弱點 似乎把它給推下去 所以中共呢 現在就是說 就是想回到那個狀態的話呢 也非常困難 這就是中國政府 現在面臨的困難 對 那麼中國呢 我們還是談這個文本 這個問題 談判文本 中國在原先談判文本的 許多方面 據報導呢 是他改變了立場 要求推導重來 那麼我來請教周教授 據您掌握的情況 中方在哪些問題上 要求重新談判 習近平為什麼要反悔呢 我覺得有兩三樣 當然我沒有看過那個前論 我這樣才說 有兩三樣 從報導上我分析 第一個 中國最不能夠接受美國的要求 就是說 對於智慧財產權的保障 中國說我可以修法 我可以來督促 我可以遵守這些規則 但是美國呢 要求呢 要有那個所謂監督的系統 監督的這個制度 那麼對中國來講 這個他的面子 面子掛不住 所以這個美國的這個要求 他必須把它退換 那美國這邊的認為是說 因為大家曉得 中國是 也是一個人字 是道於法治的 中國可以簽年多的這個協定 條約都可以 但是執行的程度 並沒有符合 當初簽約的這個原則 所以美國覺得說 光是簽這個條約不夠 我必須要有實際的 派人去那邊監控 智慧財產權 我想這個是很厲害的 那第二個就是 國營企業的補貼 國營企業的補貼 在中國認為當然 但是在這個 自由貿易的這個立場上 美國真的說 這個根本就是 你用國家隊 在跟我的這個廠商 在打打仗 那這個打這個 這種球賽 我一定這個沒有辦法 跟你的一個國家隊做 所以美國要求 對公營企業 就公營企業的這個 補貼這個支持 一定要講迫 那回復到所謂 在WTO有一個 所謂國民待遇 國民待遇就是 你一個國的一個政府 對外國的廠商 要的那個待遇 要跟你自己的國民 相同的待遇 所以這個如果要執行 才是對中國 目前的狀況來講 除非有結構性的改變 除非有結構性的改變 中國很難很難 答應這樣 另外一次 本來這個是WTO的原則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美國跟中國 雙方面對這個 這個原則 認知上有很大很大的起因 好的 那麼一位叫李仲的網友 他發來這樣的評論 他說 李仲 他說國內的宣傳口風 還是一副 我們能脫的樣子 說明情況 肯定還沒有向更不利於 更不利於這個 中共的方向改變 而美國看起來 也沒有下定決戰的決心 估計還是繼續拖 苦命的百姓也習慣了 那麼外界之所以 對這次上海談判 預期不高 就是因為美中高層 他們在恢復談判之前 都高調指責對方 而且都表示不急於達成協議 你能等 我也能等 我來請教謝教授 是真的不急 還是雙方實際上都很著急 如果特朗普不急的話 就像有些評論人士說的那樣 那你就加稅 你把那3000億加上稅 你貿易戰開打 可是為什麼特朗普 一再要求習近平 你必須回到談判桌來 必須跟我談判 雙方都不急 這種情況是不是現實 我想川普確實 這實際上 你剛才舉的例子 剛剛正好說明 川普不那麼急 因為他如果著急的話 他可能就把這個關稅加上去 因為他可以等待一些時間 他可以等待那個 看看中共是不是 他至少說川普跟這個 跟習近平 還沒有撕破臉皮 對吧 他可能說是 以前說是我的老朋友 現在說好像不那麼 不那麼老朋友了 我朋友關係不那麼近了 但是自然還沒有撕破臉皮 他保留了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表面上的一個和諧 但是呢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 他一再就是在 把這個關稅的那些利劍 高高地舉起 但是沒有落下 在這點就足以讓中共 非常非常的害怕了 那我還能補提一個 剛才補充一點 剛才那個周教授也提到 這個 這個中共 中美之間 在這個什麼地方 就是說僵屍不下 下不去 實際上最關鍵的 就是這個 執行機制的問題 這個 這個90%也好 大家達成了協議 10%達不成協議呢 就是這個執行的機制 執行的機制 當然涉及到這個 中國這個 社會結構 所以我認為 實際上那貿易戰的本質呢 實際上是在迫使中共 改變它的貿易結構 經濟結構 也在改變政治的結構 因為只有中共 共產黨下台 退出歷史舞台了以後呢 中國經濟結構改變了以後呢 這個國旗補貼的問題 這個 這些問題呢 才會得到解決 所以貿易戰的障礙呢 才會撤除 所以這個才是 最關鍵的問題 好的 那麼剛才 謝教授呢 他認為美國不急 中共很急 那麼我來請教周教授 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只是中共方面著急 著急 美國方面不急 還是雙方都很焦慮 誰更急於達成協議呢 周教授 這個雙方的急 或者是不急的這個心理狀況 這當事人 他們自己心裡面有一把尺 那麼以我們學者的這個分析呢 就是只能從他們各種 這個政策 還有他們的宣告 去猜測 我剛剛講過 如果說要打貿易戰 美國是還可以再挺 再挺得下去 那我是從經濟的觀點去分析 那麼中國挺下去 也許可以 但是他所付出的代價 是蠻大的 中國當然他是因為 這個 政府這個 相當極前的一個 一個制度 所以他手上還是有一些籌碼 換官利息 或者是 把那個存款的準備力降低 怎麼說他還算有一些 依然到這 但是這個代價是太大的 所以如果是說這樣的 如果中國的領導人 他執意要這個要拖延 那麼他就有這種不急的心態 他所付出的代價 會比美國所要付出的代價要高 好像是高 所以我這是我個人 從經濟的層次去分析 所以雙方領導人的心理狀況 這個我就不太不太清楚了 好的 那麼現在呢 我們時間剩下大約兩分鐘 好 我現在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紐約時報》它發表文章說 美中恢復貿易談判的這個前景 非常黯淡了 我來請教兩位教授 你們如何判斷 美中貿易談判這個前景 首先謝教授 對 我相信這一點上 就是說《紐約時報》是對的 前景非常黯淡 黯淡的原因在於 就是說我們必要看 川普並不是簡簡單單的要求 就是說中國消除它這個順差 是吧 消除的順差 然後呢 實際上中方在這個談判 這12輪談判最早的時候 就提出我可以購買 一萬兩千億美元的產品 就是說來徹底消除這個順差 或者是保證以後也慢慢減少 那顯然川普並不為所動 就是說 並且他從這個 要求的那個停止技術轉讓 強迫技術轉讓 停止偷竊 到這個最後就是說 就是說迫使這個產業鏈 從中國轉移出來 實際上我們在這背後看到的 實際上是這個 川普對這些 從政治角度看來 我們從他的理念看 這種對這個國際社會主義 和共產主義一種 經濟上的圍剿 就是說實際上 它最終的目的 是要削弱這種社會主義國家 和共產主義國家 在國際經濟中 干擾國際經濟 就是干擾國際貿易 這樣的一些破壞性的活動 它實際上對所有的國家 都在這樣進行 中共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點 這就是為什麼 他不願意進行改變 好的 謝謝教授 對不起 我們現在沒有時間 請教周教授了 那麼今天 我們時事大家談討論 到這裡就結束了 對不起 我們時間關係 不能一一播出 網友們做出的所有評論 並回答網友們的所有問題 我們感謝謝田 周劇源兩位教授 參加我們的節目 我們時事大家談 是一個自由的論壇 嘉賓 聽眾 觀眾 發表的都是個人觀點 不代表美國之音 明晚時事大家談節目 關注熱點話題 已經逼正 中國暫停對台自由行 歡迎收聽收看 好 我是許波 下次節目再會